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月玩在一起 恶霸们很不爽 就用圆规扎娟子 娟子不像小月那样任气吞声 而是直接告诉给了老师 下课后 恶霸们把娟子逼到墙角 你敢给老师告状 看我不教训你 说完 恶霸给了娟子一耳光 此时 小月就在后面 眼睁睁的看着娟子被欺负 恶霸们走后 娟子就问小月 你为什么不帮我 小月颤抖着说 对不起 我不敢 放学后 这群恶霸又把娟子拖到厕所 将一盆水泼在她的身上 见娟子丝毫没有求饶的意思 恶霸们就将娟子的衣服全给扒了 并对她进行了语言羞辱 小月在门外目睹了这一切 但她还是没有站出来 因为她害怕恶霸们的报复 回家的时候 小月路过一栋旧公寓 这栋公寓流传着一个都市传说 传说里面有一面神奇的镜子 只要在上面写下你所怨恨的人 那个人就会被诅咒致死 透过窗户 小月还真的看到了一面镜子 小月很好奇 于是就来到了镜子面前 刷的一身 镜子上面浮现出了一排字 用血写下你怨恨的名字 小月第一反应就是帮娟子出一口恶气 于是就咬破手指 并在上面写下了恶霸大姐头的名字 第二天 小月刚到学校就听到大姐头死亡的消息 而且大姐头死状非常恐怖 是被圆规扎死的 小月听了非常激动 没想到那个镜子是真的 回到教室后 豆瓣们又在欺负娟子 因为他们认为大姐头的死是娟子诅咒的 小月看到后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这群混蛋全都得死 从这天开始 学校里就发生了多起离奇死亡事件 而这些人都是学校里的恶霸 不过有些同学总结出来了 这群恶霸貌似都欺负过小月 小月听到了 脸色瞬间就变了 然后威胁那两个同学 你们别乱说 再乱说的话小心自己也会死 此时娟子也察觉到了小月和之前有些不一样 于是就问小月 那些人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 小月直接访问娟子 那些畜生难道不该死吗 娟子说 不管怎样也不至于杀人啊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那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见小月无话可说 娟子就告诉小月 这事我会保密的 前提是你赶快收手 被娟子呵斥一顿后 小月也想明白了 毕竟恶霸们都死了 也没有什么人要诅咒了 于是小月过来和镜子做最后的告别 就在小月看向镜子的时候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镜子上面居然浮现出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正是小月 小月一脸懵圈 为什么会这样 下一秒 那群被小月阻挣死的恶霸从镜子里钻了出来 随着一声惨叫 小月被这群恶霸拖进了镜子里 画面一转 小月已经一周没有来上课了 路过那栋旧公寓的时候 娟子突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小月被其他同学诅咒了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